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的千千 今天呢 我們來做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據說現在日本正在流行 珍珠奶茶 喔 講到日本有講到珍珠奶茶 這時候就要來一個 千千小教室 珍珠奶茶 日文 我不確定我念的對不對 日本最近正在流行珍珠奶茶 然後據說在東京也開了非常多間店 也因此有一些特殊的料理出現 像是珍珠奶茶麻婆豆腐 珍珠奶茶的蛋餅 最近這幾天我看到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珍珠奶茶飯 我們來實測看看它究竟好不好吃 來吧 來煮個殺口好了 因為其實我有點怕它不好吃 接下來我們要來加入珍珠奶茶 因為就按照 我看一下那個新聞報道是說 它就是你平常加多少水 就改成奶茶多少水這樣 珍珠奶茶我點那個正常湯 就是全湯的 因為我想說 都下去如果有那種半湯少湯的 它味道應該會不夠甜 我相信大家應該通常都是放那個 三口 三口米的話就是三口水對不對 可是我習慣放多加零點五這樣 喔 唉唷 Oh my god 看起來有點噁心 哇 這個味道 好像有點驚人喔 好 我們先把它盛起來 我覺得我的碗真的很大 很厲害耶 你看這個殺口 穩穩的放下來 完成了 先來聞一下 我覺得它聞起來有一點像是紅豆飯的感覺 就是有點像紅豆糯米的感覺 它不太 沒有珍珠奶茶的感覺了耶 我們先來吃看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我覺得奶茶味變得非常的淡耶 它吃下去很像那種我們在吃五穀飯 然後裡面是有紅豆那種五穀飯的那種味道 然後再咬到最後 最後的時候你才會出現那種 你喝完珍珠奶茶之後 你嘴巴裡面會流下來的那個味道 可是就是最後最後才有 不會難吃耶 我覺得就是屬於那種咬一咬之後 你會覺得越咬越香的那種 紅豆五穀飯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結果它整體吃起來 是甜的 但沒有甜點的感覺 因為我本來預計也會有甜點的Fu 但是又看不到 然後珍珠煮過之後變得很軟 我覺得它優秀的點是 你裡面放蒸奶 然後它飯煮得超級粒粒分明的 沒有糊糊的感覺 也可能是因為我水的比例加得很完美啦 但就是我覺得口感 飯的口感還不錯 但我覺得不難吃耶 老實說 這個好像可以賣耶 但是就是我不會買 你配個珍奶 我覺得珍奶還是用喝的好 當次的時候我覺得它越咬越香 然後不會覺得不OK 可是喝了一口珍奶之後發現 珍奶單喝也太好喝了吧 就會覺得那我還是單喝它就好 有比較有傷害 我到底為什麼要煮沙口 好膩喔 可以給我咖哩飯嗎 很膩 我吃一下咖哩飯 我突然想問一件事耶 你們吃咖哩飯的時候 你會把醬跟飯分開 然後就是左邊撈一點 右邊撈一點 還是把咖哩的 醬跟飯全部都拉在一起再吃 你們是哪一種啊 哪一派的 哪一派 哪一派 吃完了 你看 甜膩之後就可以續吃這個珍珠奶茶飯了 我跟大家說 我覺得珍珠奶茶飯大家煮一口就好了 你們不要煮太多 像我一樣煮沙口 就想說沙口 兩口看起來有點空虛 就做個沙口 然後我就 我在看到有麻婆豆腐的時候 其實我很想煮一煮看 可是我覺得麻婆豆腐的難度 有一點點太高了 我覺得我做不來 所以我就放棄了 好 最後一碗 小碗子 最後一口 我覺得它整體的味道 有一點點像是那種 中式的那種豆沙粽啊 或是豆沙糯米粽之類的那種感覺 但是就是不要跟我一樣煮太多 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嘗試看看 看到新聞就 好好奇喔 想嘗試看看 你煮一口就好了 因為我煮了三口之後呢 我發現就是 對 會膩 然後喝了一口珍珠奶茶之後 我就覺得給自己給他給 你知道嗎 因為單喝珍珠奶茶好好喝 加在裡面就 還OK啦 不會… 不會不好吃 但是就是 對 兩杯空虛 寂寂 然後今天弄一弄之後 有點想要試試看那個珍珠奶茶麻婆豆腐 但我只是想而已 我應該不會實際去做 如果你們有實際去做 就是可以跟我說 可以跟我說好不好吃 好啦 今天的實測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掰掰 我是Papi 又看米露